安安,大家好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私校 未來的一種 定位屬性 事實上 又到了一個異業忘記 很多的家長 很多的有孩子 小朋友會燒腦 接下來應該要念什麼樣的 學校的一個部分 或者是說 除了一般傳統的 學籍上的定位 調整 一般來講可能 更多的家長怎麼去思考 就是說怎麼去幫小朋友 規劃一條路 規劃 但是我們是在規劃這一條路 那 事實上 隨著伴子的騷子化 越來越多 的一個情況 那就是我們之前講的 就是 經濟K型化 教育也在做K型化 就是 有錢的越有錢 然後中間的變少 所以變成是說 現在有很多的 學校面臨的就是 環璧 國小啦 大學啦 甚至大學就是一種 專業的一種領域 那國小是一種 青年幼苗的培養 兩邊呢都快速的 沒有人 減少 對 那相對的話呢 就是 人都集中到哪裡去 集中到大城市 未來也是一樣 就是 哪個城市可以吸收更多的人 他都吸收更多的人口紅利 這個應該就是一個 蠻淺顯易見的一種 一種氛圍 那只是說 一般的人 小朋友 他到了時候 很多家長現在開始會去思考 就是說 很多學校會越來越停糟 或不足 包含就失校啊 沒有很特色的 事實上 就也有關閉 或一直在指苦城的 也有 國中高中的失校都有 那 大學的國小更是如此 但是有一些失校的部分 他在大城市裡面 他的 有在 逆向的在 擴建 或是逆向的在 你也不能說真招啦 你就可以看他的 搶檔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 人口越來越集中 那相對的部分 雖然是說 所謂的一個中產 然後經濟的環境 但是 有錢的還是很有錢 或是說 雖然我們常常講的 經濟沒有那麼好 中產自為 可是中產的人 畢竟很多 還是有很多的頭部 我們講的頭部中產 他本身還是有很高的水位 或 他帶了一個很高的一個 大公司當高管 他還是有很高的部分 或是說 有些人就是說 他的 公司的薪資 有夠福利 本身就不錯 所以他就支撐了這個 屬向 或者家長會覺得說 還有這個意願 所以等於說 有些失效的部分 他的確是有在 逆勢的部分 的一個增長 那事實上 未來是失效的一個屬性 會有一點比較 應該是說 他可能比較全面性 他應該就是說 看 看家長 他要的是什麼 舉例 舉例 例如說 假設當一個環境 越來越差的時候 舉例 像以前的環境有越差 那 有一些地方 並不是所有的人 都 都會 提升到 一線大城市 但台灣來講比較小 所以事實上 相對就是說 那 如果說以 整個華人圈 或整個世界局勢來講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會 提升一線大城市裡面 那有些人還是會必須在 二線三線的部分 的 一個工作的部分 可是 不見得就是說 他在二三線的一個 裡面 他對小朋友的 教育 他就是二三線 不一定 他可能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在二三線 可是他的 整個他能投入的一個 給小朋友的 支援 他還是可以有一線的支援 的情況 一線的一個 支持 他就會把小朋友 放入當地的一個失效 最好的一個失效 所以事實上 可以想而知就是說 一個地方當地最好的失效 那一定是不用 不用 不用講 他一定就是 以後的一個 幾乎他的一個 遭收率 應該是飽飽飽的 沒有問題 但是相對的 如果是說 因為大家要念失效 而失效變多 這樣的失效 可能會慢慢的收票 為什麼 因為你會沒有特色 所以會變成一個情況 就是失效也是K型化 就是說 好的失效 大家搶破頭 那不好的失效 大家就 還好 還好 目前的確是有這樣的一個 現象的一個情況 舉例來講 就是說 舉例來講 就是說 例如 假如是說 某一個區域 台灣的某些縣市來講 例如說 當地那個區 那幾縣市的最好的失效 不一定是在你所在的那個失效 它有可能是在你隔壁的縣市 的那個失效 是最好的 那這樣就會把小朋友呢 送去隔壁 縣市的失效去修讀 不管是每天通車啦 還是住宿 高國中的這種情況 然後 老實說 國中的情況 它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 因為它是評估在 這個 周圍這幾個縣市的失效 是那一個學校最好 那要就是去頭部 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你會說 那當 那個 當地的縣市也有失效 它就可能就不考慮了 為什麼 因為競爭力會有差 所以等於是說 各位可以想的是說 那這樣子的話 這一個 頭部的失效就是怎樣 它就會很多人要報名 而且怎樣 不絡意不絕 對 它的整個的一種 資源啊 或人力的一個配置上 它就會更 越來越有一個彈性 對 所以就是說 嗯 事實上目前啊 整個的一種 整個一種 教育的一個部分 事實上是有點漸漸的 一個兩極化 我們之前講的一個 K型化的一個部分 只是說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在整個一個 私校的一個部分 為什麼會 科技講的私校 因為在目前的一個 公立學校跟私立學校的一個 受費來講 我們舉例來講 好 假設像國中或高中 那個學費事實上是差很多的 對 那個老實講 國中 就幾千塊 高中 那個私校幾萬塊 那個學費事實上是 如果差很大的 所以為什麼 那時候經濟在好的時候 有沒有 在二三十年前 經濟好的時候 很多人就去念私校沒有差 為什麼 各行科業的人都可以把小朋友 重新私校 為什麼 做什麼都可以啊 所以事實上 在二三十年前的私校 甚至更早之前的私校 三十年前 二三十年前的私校來講 他的家長有可能是各式各樣的 市農工商都有 醫生老師 或所謂的一個 那個 所謂的一個相關產業的 都有 所以他會有一個現象 就是一個 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 情況 就變成說 那時候因為經濟好 所以變成是 在整個的一個 你可以說是整個的一個 他的一個 他的一個 大家的收支都比較 收入都比較好的情況下 的確會有一個情況 所以就是說 好比就是說 他之前的一個私校中學 可能同學說 老師 老師都很喜歡做一件事情 來各位 介紹一下你的家人 給大家認識到 誰開始的原因是好意 可是在很多五行中 有的 有的也會覺得 是不是有評比 攀比的 反正是老實質好意 那就 我爸爸當老師 我爸爸當醫生 我爸爸是警察 我爸爸是軍人 我爸爸是 在做生意 我爸爸是老闆 我爸爸在百頁市 你會發現各式各樣的 我爸爸是介護工人 我爸爸在工廠 我爸爸是工人師 我爸爸是護士 各式各樣都有 真的怎麼都 為什麼 因為大家的心資 是有辦法支付失效的 可是如果你拉拉拉拉拉拉 現在到今天是2024 甚至在以後未來幾年 更嚴峻的情況下 事實上就會發現 越來越情況 越嚴峻的情況下 失效它會漸漸就會變 第一個 它名額是不是變少了 對 所以名額變少的情況下 相對 增多周少 學校 它在過於人的部分 它就會越來越嚴苛 那現在是這樣子嚴峻 那以後 因為私校的收費 事實上幾乎是有點 它會比較有彈性 不管它是用什麼名義 它就沒有受公立學校的一種約束 所以等於說 它的一種自主性會比較高 那相對就是說 第一個 例如說 太多人的人沒有進來 它總是要篩選吧 那可以 它是可以有很多的關卡 去做篩選 那它的條件 只要一色嚴峻來講 說實在的話 很多的一個 物質上的嚴峻條件 很多人根本都進不去了 物質上嚴峻條件 根本都進不去了 是不是變相就過濾掉 等於是越有錢的 越容易進去 等於說 在私校的部分 它漸漸會形成一個什麼 一個中間的階層 它會消失 這個事實上 是一個 蠻一種連帶的關係 只是說 有的人會說 嗯 那私校跟一般公立學校 有什麼不太一樣 不是都一樣嗎 嗯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私校 在以前啊 我記得在 在大概30年前還是 那時候國中還是有能力分班 能力分班是到後面變常態分班 今天那一關 剛剛現在在講 常態分班 能力分班 高中還是很多是能力分班 沒有錯 就是分成績 但國中現在已經是常態化 包含私校也是常態化 不能用能力分班 但是各位在講 在30年前 以前 能力分班是一個很常態的 或許現在一個 40多歲的朋友 可能還有接觸到 那時候有能力分班的那種氛圍 國中還是有能力分班 能力分班 後來想想 現在是蠻殘忍的一種新聞 在國中就把你區分成兩類 那事實上 以前會覺得很正常啊 那些人是在一起 可是後來想想不太正常 為什麼 因為國中很多人 是根本還沒有找到方法而已 他不是不聰明 就是國小來講 為什麼是好 是因為安親班 對不對 安親班教得好嘛 那國中為什麼能力好 因為你 有很快的找到學習方法嘛 那高中為什麼能力好 因為國小 國中的積累已經拉開了 那大學為什麼能力好 因為你高中考得好嘛 所以一連串 他都會有一個連帶關係 只是說 有的人一開始可能沒有踩得很準 後面會有一個情況 所以變成是說 國中的能力分班 現在會覺得是一種很 很 很 但是 事實上來講 國中能力分班已經過早 把那個什麼 那種能力給發拉開 那現在如果私校 他越來越沒有一個 越來越 越來越 頭部 不能說變少 還是很多私校 一般的私校 他還是硬撐要遭受很多學生 但是他特色就是拉不起來 整體的綜合的實力 就拉不起來的情況 那的確就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所以變成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 在這樣的過程中 私校大概也越來越走向 這種所謂的 一種 你可以說是兩極化 這種所謂的兩極化的一個 一個情況 他會有一個情況 有一個情況 有一個情況 就是私校 他在以前 在某個情況 為什麼那時候 在大概三四十年前 私校會比較盛行 他有一個 蠻明確的一個點 是因為 那時候蠻多的國中生 那時候蠻多的國中生 他因為沒有辦法念到 好的能力分班的一個 所謂的自由班的一個裡面 所以就是說 他沒有在自由班裡面的一個情況之下 有些家人會想說 啊 不願意自由班 哇 那這樣是不是提到那個 那很多家人就會說 啊 私校那時候是怎樣 相對是比較常態分班 因為 好比說你今天私校國中部 啊你就能力分班了 啊我小朋友就進去就是放牛班 那我要進一個屁啊 對 馬上退院 所以私校那時候怎樣 就算有呢 也不敢那麼明顯 相對大家就比較公平 所以那時候私校在三十幾年前的時候 會那麼的盛行 主要一個因素是英文這個點 我講的是國中部 那高中部怎樣 很多 因為私校 他有國中直升高中的一個體制 所以很多人問人說 啊國中OK 那高中部的機制 欸OK嘛 反正我學費不是問題 對不對 家長我說 我雖然是上班族 但是夫妻兩個只要搖一搖 還是過了還是OK的 對不對 還是進得去的 所以那時候的私校 他有一個部分 是這樣的一個 情況 的一個部分 對 所以等於是說 那時候在私校的一個部分 他有一點點的一種性質 是他把一些所謂 不想被過早能力分扳給區別開的人 他提前去念那一個部分 所以等於是私校 他整體的部分 他有一部分 他緩解了 他緩解了 能力分扳造成的一種 蠻差的 社會不公平吧 他造成他有緩解這樣一個趨勢的存在 那但是就是說 目前的一個 那時候私校 可能你說私校屬性 私校的一個部分 他私校的一個部分 來講 他就 私校是怎樣 當然還是很累 他還是念私校 為什麼 現在這樣 現在經濟不景氣了 很多人私校這個考量 就會是一種 就會拿掉 他可能就不是那麼考量一個私校 因為畢竟學歷 哇天啊 一學習 就會一年 哇三年 那很多錢耶 對不對 尤其到時候 辦誰了 經濟越來越不景氣 我舉例啦 舉例來講 經濟不景氣 到時候 那個整個的一種政策 所謂的貨幣的一種 利率如果又升息 升息來講就會加碼 加碼之上就會讓你自己的一個房貸 就會越來越辛苦 說實在話的 有一些區域啊 現在好比就是說 舉例 現在像大陸的一個內地來講 現在的社會的一個經濟 經濟非常的不樂觀 很多 在今年大陸的私底點面 六千萬家 今年是 光2023到2014 就達到一千多萬家 喔喔 過去好多喔 這有沒有差 倒還是會有人開啊 是 沒有說後面可能還會有人開 但是我們說 倒的次數不算少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經濟不樂觀 很多人甚至是斷工 那斷工 那斷工你的父母親都斷工 還要等小朋友去念失效嗎 所以等於說失效 對一般民眾的台產黨的影響那麼多 但你說可能在台灣影響沒有那麼大 因為台灣畢竟整個的一種 附地沒有那麼大 所以等於是台灣並沒有 台灣雖然有所謂的城鄉差距 但台灣的左衛 他的一個我們講的腳行路 一直扮著現在那個高鐵的一個盛行 一日生活間的行程 當一個地方你可以一天到達的情況下 那個地方都不算遠了 你有沒有發現 你今天去從台北到高雄 坐高鐵下去 開個會出個差 再坐高鐵回來 你還是可以趕在晚餐之前回到家 結果你早上吃完晚餐 早餐做晚餐出去 坐高鐵從台北坐到高雄 開完會出差晚再回來 還是可以在晚餐之前跟家人一起吃 這是以前的方式高鐵做得到 高鐵做得到 所以等於說在一日生活圈達到的時候 這段距離沒有很遠 所以我們要表達就是說 台灣整體的附地算小 所以等於說 在所有的事情來講 在台灣的整個影響性本來都沒有那麼大 這是事實 但還是會有 但是跟其他區域比起來 所以我們今天是用一種比較客觀的立場來講 的確是影響式 失效的一個氛圍它影響會很大 所以拉回來今天的重點就是說 對整個失效的一個這樣不景氣來講 那你今天來講 好像失效2024 那過五六年好了 失效越來越嚴苛 那會造成怎樣的一個現象 那我知道頭部越來越多 會怎樣的現象 失效就會漸漸的 真的就變成有點 是一個貴族的學校 以前我們在講 失效是貴族的學校 但是沒有 失效它畢竟還是有很多的 雖然是講很貴 但是怎樣 進去的人還是 大家為了自己的小孩 大家還是 對不對 在憲法內 都 大家還是捷衣說死 還是可以送得進去 可是在五六年之後 失效還真的就不會是 一般的人進得去的地方 它漸漸就會 越來越像貴族學校了 那事實上在失效的部份份中 它就會清成一個點 就是說 就是一個階級台語化 對 貴族學校的部份就是怎樣 那學費可能就越收越貴 但是沒差 學校越收越貴 就這樣不能入 對不對 我家裡有錢沒差 好好好 那就是OK 那今天就是一個 有錢嘛 但是學校就會 收比較多的學費 但是收比較多的學費 就學不好的老師 這樣 那小孩是不是有好的師資 我們說實在話 我們說實在話的 一個教材不好 小朋友可能也好 肯定也不好 但一個教材好 小朋友就在念不好 他還是有很機會 拿到一個基本的 這一點是說 在無形中 失效的一個過程中 他有可能 但還不念錯小孩 是肯定會很差 但是失效的身體的成績素質 才會拉高 為什麼 因為他的教學品變得好 身體的教學品 他其實有變的 他是因為是身體的 學費都會高 然後整個他可以 用的資源更多 他可以 要更好的老師 對 會越來越一個部分 對 那失效就會越好 那很多人就會越進去 學費就會越高 欸 就會見線成為 名副其實的貴女學校 所以等於是說 在失效的一個演化來講 那這樣對整個的一種 教育環境上 好不好 老實說不太好 為什麼 因為30年前的失效 它是有點調節機制 現在沒有 失效是有點進入 怎樣 因為有更攀比的 對 失效 你是一個國中 你們國中很好 但我國中的失效 是更好的 那我們講到重點來 我們朋友剛剛離開的地方 那你國中好 那你高中 是不是就會有可能 考到一個好的高中 對不對 你高中好 那你又有資源 那我的失效 資源又強大 又進入一個好好的大學 所以以後 有沒有可能就變成是 現在講的一些 現在好比我們 現在講的是什麼 現在很多人說 有人做一個小小的統計 台大 台大生 往年的台大生 大概的出生地 都是哪裡比較多 就是出生地 哪裡比較多 有人做個研究 哪裡 沒有錯 不要歡迎 台北市 但你說各地區 但是做的統計來講 台北市的比例 不算低 代表什麼 台北市的一個區域 那麼小 跟台灣那麼比 代表什麼 很多資源好的地方 的確是會產生好文憑的 那我們要表達就是說 未來失效盛行的部分 假如又是台北市 說實在話了 有沒有台灣最好的 頂級的科學系 幾乎都被某一區 給籠送了 這就是又造成一種 教育的一種 階級的步化 對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 失效跟階級的步化 它是有連帶關係的 只是失效的部分 它從之前的調節 變成 它反而是加速階級 教育的固化的一個 一個更生地步的部分 這個事實上是一個 蠻長遠的一個情況 那當然就是說 今天也不能說失效的錯 而是說 在整個的環境來講 它就會慢慢塑造成 一種什麼 兩極化 所以事實上各位觀眾 如果有在追蹤我們的話 事實上就會發現 經濟不景氣 好像無形中就會造成一種 皮膚差距更明顯的一個現象 所以等於說我們用了那麼多集 在各個一種層面層次上去做一個說明 只是要表達就是說 事實上 貧富差距的這種現象來講 它事實上是一個 有人會說那是一個社會現象 但有人會說那是一個觀察現象 但是應該來講 就是說 在整個這一種循環中 經濟不景氣它的確就會造成很多的問題 所以很多社會觀察學家 他不是說發現的問題不是 找到的問題不是 他只是發掘了以前的一些規律 然後把它運用成奇景的一部分 對 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今天只是從失效立場 的一個切入點來探討 它後面有可能也會有那個階級變化 那很多人就會講 那以其加上我趕快把小朋友說 欸 你也可以這樣講沒有錯 但是我們應該回顧到教育的資源是什麼 還是一樣 如果說你的小孩 如果說他跟你的哪裡是OK的 可能已經差 但是如果以加上說 沒有我一定要最好的 那當然如果你有資源 你要給小朋友做完 那沒有問題 對 所以事實上 教育啊 我們要表達一個點 教育 事實上 這個是可能大家不願意承認 但是也已經 有一個現象可能已經是 慢慢以後會越來越明顯 教育已經慢慢的走向了一種世襲化 這是以前 在台灣的很多的教育學家 或教育的教育部長 他們一直想要去傳解那種部分 他們做了各種很奇葩的一種政策 就感覺很奇怪 可是這算 不外乎你看就這樣 他就是要讓整個的一種 教育很均勻的 說白的是大家一樣 但是有人說那樣不公平啊 我小朋友那麼優秀 我怎麼要跟笨笨的人在一起 是啊 但是如果所謂的公平就是這樣 但現在的確是往所謂的 沒有那麼公平 就是這樣 大家各按照自己的本事有沒有 真本是打天下 那這樣的天下來講 就會可能會越來越的一個混濁 包含整個一個教育的部分 我覺得這才可能是教育 他真正後面會造成很大的一個衝擊 可能這個也是一般 教育學者笨 技術官來講 他也不敢直接說明講 為什麼 你要技術官來講說 我跟你講喔 以後教育就會這種階級化 四級化 固定化 平民化 貴族化 那講一講可能他官也不用幹了 所以等於說 有些東西 大家可能心知肚明 有些東西 大家可能在這個立場來講 跟大家做一個 分享跟交流 對 那希望今天的節目 對觀眾前的你 是有幫助的 好今天就先分享到這邊 掰